家里阳台的芦荟已经长爆棚了 这一盆就是常见的库拉索芦荟 也是少数几个可以使用的芦荟之一 库拉索芦荟原产于南美洲北岸 附近的库拉索一带 广西柑橘研究所 果树研究所 于91年引进该品种 库拉索芦荟有个特点 就是小时候浑身布满这种白色的斑点 长大后斑点就被拉长 几乎看不到了 但是它也是有的 它是百合科芦荟树灌木状肉质植物 这种开的花是黄色的种状花絮 也非常的漂亮 这个夏天开的花的花茎还塑成在这里 我们很少看到芦荟的种子 其实它的种子是硕果状 也是可以播种繁殖的 这个芦荟是药食同源的 还可以做美容产品 今天切一点做个凉拌芦荟 库拉索芦荟的老叶里面的肉 呈褐色就像肝脏的颜色 所以又叫干涉芦荟 据说药用效果好 这个芦荟叶的表皮还有大黄素 是不能使用的 芦荟叶里面含有N昆类的化合物 有杀菌的作用 一点点尝尝可以 不要吃太多 要不然库拉索就成了库拉拉了 先焯一下水就不会粘稠了 然后浇上调料 味道香脆爽口 怎么说呢 口感有点像冬瓜 当然炒肉丝 饱鸡汤都是可以的 还可以破碎做成肥皂 这是我以前做的肥皂 方法参照无患子肥皂的做法 经常拍植物 对植物很多细微处 无法看清楚 非常的着急 于是我讨了一个简易的显微镜 今天先看一下 芦荟胶里面的显微图像 这个送的刀片不太行 切片有点太厚了 看到芦荟胶里面的超大的细胞结构 网状的就是它的细胞壁了 切片太厚了 很多细胞重叠了 下次还会给大家看看其他植物的显微结构 关注我 带您了解更多植物人文